马路上一辆机车突然加速回转 后方一名远警骑车尾随 原来骑士疑似喝蒙了 看到警察心虚逃逸 最后在监视器看不到的死角被拦挤 骑士浑身酒气 双手合十求警察不要酒侧 甚至还把妻子扣来协调 妻子到场之后 先是跟丈夫拥抱 接着又整个人夹在远警跟丈夫中间 替丈夫求情不要酒侧 甚至还直接下跪 事发的高雄凤山区光荣街 27号晚间11点多 当时骑士就是在小巷弄得骑楼 跟远警大吵大闹 因为是深夜 双方吵闹超过半个钟头 让附近居民没办法睡觉 有病到人说 他没有酒驾 他是用走路的 就一枪 但是他说我都没有酒驾 我怎么给你枪 跟警察要下跪跟他求情的动作 但是警察应该有扶起来的一个动作 事后骑士向警察坦诚 自己确实有喝酒 但是担心酒册值超标 所以拒绝酒册 下场是挨罚18万 机车被查扣 还要花时间去上道路安全讲习课 疑似是不想承担酒驾 公共危险罪的行则 钻法律漏洞 警察也只能依照据册 至干举发 他老婆到现场 我们在宣读权力的时候 他老婆就下跪向我们求情 但是我们还是把相关的程序跟他讲 那他消极不配合状况下 最后我们予以据册 开立罚单 酒驾可是会被警方依照规定 记录在案 其实为了逃避选择剧册 还要妻子来下跪求情 也让附近居民看不下去 TVBS新闻徐克成纪元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